碧蓝一听他这样说 便好奇地问 紫更也睁大双眼 傅明华便笑着说道 宁日探奉门前 会安排好云渝 皇上会先使礼部官员 祭拜天地宗庙 而皇上则穿校服 在先帝太祖 及神灵牌前祷告 即使到了 中古齐明 皇上再穿帝王滚袍 上宣徽殿前祈告 而此时 礼部之下红卢寺的官员 则会领文武大臣 依次入丹凤门 分两列鬼东西遇到 等烟锥祈告完毕之后 再以朝臣品级身份的高低入朝 南北衙进军明边 将军卷帘 再由官员高喊行礼 依次五败三控 礼弊之后 再由官员出宣徽殿 再入上阁门 使中书省官员 在诏书之上盖下大印 得礼部官员颁布诏旨之后 中书省的人 再将诏旨交由礼部人之手 再捧诏书 一路经东上阁门 再至丹凤门 放入早就准备好的诏书 至云渝中 由云盖牵引 在送至东上阁门之后的 宣徽殿 宣读诏旨 登基大典 才算完成了 傅明华说着说着 也不由有些期待起来 她生产完后 因为忙碌 催贵妃身后之事 她虽年轻 但薛嬷嬷担忧她 落下病根 仍是要求她 休族两个月 宫中一些琐碎之事 她就交到了碧兰的手中 倒是没有看到 烟锥登基前的盛况 这样一想 便觉得有些遗憾 薛嬷嬷为她按完 见她肌肤 将香酥的膏子吸收 才将她的衣裳整顿好 如母便抱着烟招进来了 她才刚睁眼不久 一双眼睛转了转 似是将母亲认了出来 张了手 要她抱 傅明华将她接了过来 看她睁着一双眼 盯着自己看 不时咿咿呀呀地闹 才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好似一天一个样 如母都是江州里 谢家亲自挑选 可靠的人送来的 身材壮硕丰满 将她照顾得白胖 软软的一团 裹在强包之中 一笑时 夹边露出一个小小的梨窝来 实在讨人喜欢 傅明华低头望着儿子看 碧兰就道 殿下与您年幼之时 倒是有些相似 一句话 说得傅明华偏了头去想 幼年之时的她长什么模样 已经不大忌得轻了 那些每日都要学的规矩 礼仪不少 又哪有功夫将心思 放在照镜子上 此时 听着碧兰提及当初 倒有些感叹 主仆几人正说着话 外间却传来工人 行礼问安的声音 是烟锥来了 他明日便要登机 进来事多且杂 傅明华没想到 他这个时候会来 才将孩子交到如母手中 还没整理衣衫 站起来接他 烟锥便已经大步进来了 工人那时跪了一地 烟锥看了如母怀中 抱着的儿子一眼 目光很快 就落到了傅明华身上 他刚刚才抱过儿子的员工 衣衫并不整洁 衣襟松散 隐隐露出其中的抱负 他看得有些眼热 又将脸憋开 轻身上前将他的衣机收拢了 先别说 此时傅明华还在僵扬身体 况且 他还在笑里 看得多了也是无用 不如拢了衣衫 以免自找罪受 傅明华脸上一烫 转身整了整衣上 烟锥的眼睛 落在他细细的腰枝上 薛嬷嬷等人将他事后的极好 才生产两月 他的生段 恢复得与未有身孕时 差不多了 碧兰等人见到烟锥的动作 他即将登基 但对傅明华的态度 与以往无异 心中不由 都替傅明华欢喜 三郎怎么来了 傅明华才刚理了衣巾 想转过身来 烟锥便压了他的肩头 跟着坐了下来 过来瞧瞧 明日大典 你在宣威殿测殿之中 候我 我已经与蒋尹商议过了 拟出皇后章程 大唐已经有好些年 没有中宫之主 此时烟锥吩咐过 礼部侍郎江言 他将此事看得很重 傅明华却想到了一桩事 此次烟锥登基 各地王侯尽数 入洛阳朝拜 就连江州清河等地 都派了大批人马入洛阳 早前 傅明华便收到了消息 此时江州的人 怕是都已经快到洛阳了 趁此机会 我都要留意一番了 齐王已经年十三了 一番过年 并已十四 江安帝临终之时 担忧皇长子刘洛阳 会对烟锥的地位有误 所以毫不留情 将这个儿子封王 将他驱逐出洛阳之中 勒令他半年之内 待江安帝丧事一晚 便即刻要走 不受诏 不得入洛阳之中 他年纪还小 太后当初心疼他 觉得寻常女子 配不上自己心爱的孙子 一直未有看重眼的闺秀 崔贵妃虽说 后来也曾相看过 但他所主义的崔十二娘 最终看上的并不是燕妓 而是宁如燕锥后院之中 此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拖到如今 燕妓现在还未选妃 有父母咒诗 唯一最亲近的便是 燕锥这个兄长了 孤零零的 远离自想熟悉的洛阳城 前往封地 也着实有些可怜 太后临终之时 曾叮嘱过我 让我在九地的婚事上 多拖为他担待一些 正好趁此机会 若有适合的 定下来也好 傅明华想起太后当初 临死都不放心 握了她的手交代的事 提起来便有些失落 崔贵妃当日 选了扶揪自尽 或多或少 也有饱她之心 她叹了口气 烟锥点了点头 皱了眉道 你瞧着办就是了 燕妓选妃 首先崔氏的女儿 就不能要 她知道 崔贵妃在世之时 最想的 就是两个儿子之中 必有一人 会娶崔氏女 可惜当初的 烟锥性情强势 由不了她做主 最终崔贵妃 原是想退而求其次 选崔氏二娘 可惜 崔家野心有太重 只是这些话 她不必与傅明华详细解释 她心中清楚的 她们心意相通 若烟锥如高山 那傅明华就是水流 与她性情互补 烟锥说完这话 想起她如今 正在休养身体中 便有些严肃 不是我不想帮你 有些事情 还是由你办 最妥贴 她做出高深莫测的样子 抿着嘴唇 眼神有些冷淡 她能记得 洛阳权贵 名门 各服小娘子出身 以及权势利益 却未必能记得 每个小娘子 长什么样子 在烟锥心里 每个小娘子 除了出身门第不同 代表的利益 也不同之外 依稀只觉得 个个都长得 差不多的模样 烟锡是她 唯一一模所出 傅明华若有意此事 比她强行出手 插管烟锡的婚事 要好得多 傅明华被她话中的意思 惹得发笑 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夫妻俩正说着话 一旁的烟招 却突然哭起来 傅明华前一刻 还在望着烟锥 下一刻便站起身来 怎么了 抱着烟招的乳母 有些不知所措 想要告罪 却又不敢下跪 只得小声地哄着 傅明华将儿子接了过去 细声细气地哄 烟招两滴泪 还挂在眼眶上 逐渐收了声 烟锥接过 工人递来的茶水 觉得这一幕 碍眼得很 傅明华抱着孩子 眼里便再也 装不下旁人 她坐了一阵 茶水喝了一盏 烟招夺去了 傅明华全部的注意力 明日是她 烟锥的登基大典 她原本是想过来 与傅明华 一起说说话的 她从官风店出来时 脸色有些难看 问黄一星 姚氏呢 黄一星冷汗淋漓 自然不知道 姚氏在哪里 家安帝去后 一干叛臣被清理 姚氏昔日身为烟锥身侧已重的人 在烟锥登位之后 急受风 上书省下又不厌 若燕锥提前传了旨 要照姚氏入宫议室 此时问及到罢 可她事先并未卓人传照 黄一星自然是回答不出来的 而这会儿 被燕锥问及的姚氏 却是在大理寺的牢狱中 只是这一回 她并非以犯人的身份 遭到关押 而是前往大理寺 探望着 压在其中的犯人 姚幻志自六天以前 已经被革职查办 遭人居拿入洛阳之中 等候问审 昔日龙溪太守 原本该在龙溪逍遥自在的 如今却卷入了这么一趟浑水里 她是姚氏子之后辈 是姚氏的堂兄之子 姚家昔年也算是望族 子孙昌盛 只是不问功名 虽说名为书职 姚幻志还是晚辈 但姚氏出生之时 姚幻志的父亲已经年四十了 姚幻志与姚氏的年纪 已是相当 姚氏一开始来了 便站在牢狱之外 默不作声地盯着狱中的摇幻志看 四十此时来了 却有一言不发 所谓何事啊 若是看我 您现在已经看到了 请回旧室 她受陆长远所累 如今卷入荣氏乱党一脉 难与脱身 姚氏盯着她看了半晌 问了一声 事到如今 你可知错了 姚幻志一听这话 便大笑了两声 她姓姚 此次谋法案中 她非主谋 只是与陆长远交好 大理寺中的人 卖姚氏脸面 因此并未吃什么苦头 有何错之有 我与此后往来 仰慕她学识人品 才对她多有提携 问心而无愧 姚幻志被剥了官袍 身处大狱 背脊却挺得笔直 她这一番话 没有激怒姚氏 却让她笑出声来 就是你这悟性 当初能重近视 怕也只是运气使然而已 姚幻志一听这话 脸上便露出受辱之色 你的性情 实在不适宜为官的 年纪越长 便越糊涂 你拿人当至交好友 可查过陆家什么底细吗 唉 我早就提醒过你 执迷不悔 事到如今 累积妻儿 仍是如此 四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陆长元 非你想象中的一般 如此简单的 他的父亲昔日 乃是前朝晋王杨元德 首席以谋事 此人极有可能便是当年 晋王血脉 陆氏父子 伪造其身份 将其养大 陆阳叔 阳叔 阳乃前朝皇室姓氏 陆阳叔 与文氏苟且 却死于非命 文氏身怀有孕 陆长元 为掩人耳目 保全陆阳叔骨血 才将文氏 纳入自己名下的 陆阳叔 昔日死于 陆西当地 以君曹之手 陆长元 为替他报仇 才有意入室 当日陆长元 求你救他 数子一命 可曾与你说过 他那数子 姓慎名谁呀 他说的一番话 完全推翻了 姚幻志心中 以往的认知 此时只觉得 一身热血 冷却了大半 直动得他 浑身颤抖 听到姚氏问话 姚幻志也不知 自己是怎么摇头的 便听姚氏开口 昔日 你为陆长元 求情的数子 名叫怀尘 陆怀尘 有怀念前尘之意 他说完这话 姚幻志身体一震 脚步一个亮脚 已经不再像之前 处置泰然的模样 反倒摇头 不 不可能 你拿人当至交好友 时至今日 遭人连累下狱 你的至交好友 可曾与你透露过 半点底细啊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此后不会如此 我受堂兄所托 才来与你说这些 一霸年纪 连累家中 年迈父母 不得安生 处处为你奔走 姚幻志此人 文人意气太重 当初受陆长元 满腹文采 处处为他投地壮志 才惹下了这桩 牢狱之灾的 他想起了 中书令度玄珍 当日也是受陆长元 所害的一人 此人已经是 两朝元老 老奸巨化 却独在陆长元一事上 栽了跟头 他虽受 加恩帝临终所命 直笔拟址 可如今 燕锥登基之后 却逐渐冷落了他 这也与当初 他接了陆长元 头的行卷 将其收为门生 仕途也便 止步于此了 虽仍未被废中 淑灵 但明眼人都瞧得出来 燕锥如今 只是等着 一星王杜正一去 便令其丁幽 退出朝堂而已了 杜玄珍当日 是受摇幻制的引荐 而对陆长元 另眼相看的 如今落得这样的下场 可想而知 其心中感受如何了 倒是陆长元此人 貌不惊人 却是害人不浅 姚氏想起当日 燕锥攻城之事 自己送至安息门前 那个被陆长元 亲自下令 射死的陆怀辰 不由摇里摇头 叹了口气 这大理寺相较于当日 他被关押之时 更是热闹了许多 昔日朝堂之上的贵人 如今便是狱中的犯人 身后摇幻制 还在高喊着 不可能 另一厢牢狱之中 陆长元也在喊着 不可能 他已经有些 疯疯癫癫了 陆长元与他 关押在一起 他发作时 嘴里便高喊着要杀人 喊打喊杀的 还是当日的秦王 如今即将登基的皇帝 说要为陆怀辰 报仇血恨 每当他疯疯癫癫时 陆长元总是 唯恐他招来语成鞭打 并将其牢牢拦住 陆长元便拿他当仇人 又咬又打 陆长元原本腿有急 这个兄长自小文武双修 又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每次挨完陆长元的打 他清醒之时 便会尤其地痛恨自己 当日安息门前 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陆长元的性格 陆长元是十分清楚的 他性情坚毅 断不会因为些许小事 就受了这样的打击 眼缺不知对他做了什么 让自己好端端一个大哥 如今变得仿佛痴痴傻傻的 每当陆长元一问 陆长元便痛哭不止 十分悔恨 牢房里阴森森的 陆长元的腿疾 在这样的情况下犯了 陆长元又好似发了疯 在喊着要打杀了谁 姚氏经过这里时 恰好便瞧见了 这已经疯疯癫癫的陆长元 他冷笑了一声 顶住了脚步 怎么就变成这模样了